唐代禅宗第五祖宏隐禅師,有七百個徒弟,其中首圖叫做神秀,他作了一首計 身是菩提樹,心如明鏡台,事事勤忽昔,密使野塵埃。 神秀大師的計大義是這麼說的,我的身心好像菩提樹那麼清淨,只是有時煩惱的塵埃,沾污了它。 如果能時時勤忽昔,密使野塵埃,只要我時常加以省察忽昔,即是要灌照糾正自己的身口以三葉,就會令自己內心非常清淨。 神秀的計,從修行的角度去看,非常之重要的,只要能夠行者時常修心,必定能夠成佛。 但是師父宏隐大師,認為這首計,尚未開悟。 剛剛當時身為寺院下埔的惠能,雖然不會寫字,隨口講出一首計語,請人寫在牆上的。 它說:「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,本來無一物,何處野塵埃?」 什麼叫做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呢? 這兩句話,是回應神秀的身如菩提樹,深似明鏡台的。 神秀,尚有身心,菩提,明鏡的分別心,有能修之心,所修之境。 身心,是屬於迷惑凡夫,菩提,是屬於覺悟的佛。 還有佛和眾生的分別,這種概念,是由妄想分別心,表現出來的。 並未直指本性,不過是醫境障元起修,停留在凡夫修辭,力格刺帝的境界。 而六祖惠能的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呢? 是超越了妄想分別心,當體即空,不假分析,離四相絕白非,沒有思維對立性分別的境界。 本來無一物,何處野塵埃?是糾正神秀的時時勤不息,密使野塵埃的。 為能的本來無一物,是直指,無有一法可得,無有一法可說。 是實相般若的本來自性,須有萬法呈現,而不立一法。 體性不染一塵。 因為從聖相來講,實相是無相的。 離言說相,離心言相,離文字相。 那又何來有一物可立呢?何來有塵埃呢? 這個境界,是當下直接頓悟本性,不著一塵,當體即空的。 各位,當你的心境有所執著的時候,當你不可以放下你的煩惱的時候,千萬不要再繼續執著煩惱。 記住六祖偉能的計,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,本來無一物,何處野塵埃? 君臨世努力吩疵 投放zes